hello大家好我是小豆蔻 今天要给大家来拍一下我的十月购物分享 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朋友给我寄的竹鼠肉 对华农兄弟的视频真的莫名其妙的引人入胜 但是竹鼠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竹鼠啊 看一下野味竹鼠 我要尝一尝有多野 等着这个视频一起拍 我给它冻在我的冰箱里了 我得去微波炉加热一下 好烫 因为太烫了我就夹了几块出来 就刚刚那个一大盆然后加热完之后 我莫名感觉有点害怕 怂了有点不敢吃 你脑中一直在播放竹鼠们生前非常可爱的视频 然后你在想它现在被做成了一道菜 你就会感觉这个皮怎么这么厚呢 我刚刚问了一下寄给我的那个朋友 我说这个竹鼠味道怎么样啊 他说我还没吃啊 给你吃了觉得好吃了我再去买 友谊啊 脆弱 但是我真的要尝尝一下了 我挑一个最小块的吧 为什么要录这一期视频啊 给你们看一下 带肥带瘦的 啊 这也真的很可怕 啊 啊 耶 大家不要吃猪鼠 猪鼠很可爱的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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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可怕的 就是个竹鼠吧 很好吃哦 哈哈 味道很好 我现在脚的有点弹是因为存在长智齿 嚼一下都很疼 肉有一点点的色 但是店家调味调的挺好的 口味也比较重 就是很香 大家要是觉得竹鼠很可爱呢 也可以买回来尝一尝哦 那你们双食一定要收这个 梅达湿的膳食纤维粉 因为你们知道 我一周七天五天混进果果店的人 但是随着年华老气 果果喝起来自然觉得有些许 迷雾重新 毕竟重新果果比竹鼠油多了 试试一试霜 发誓波荡场 所以我的锅友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 发贴到我们平时吃进去的 多余的油啊 糖啊 什么垃圾啊 都给你带走排出体外 泡给你们看一下 一勺粉 浓水 我赶紧搅背 这个闻起来呢 就是甜橙类的 然后你泡了之后要赶紧喝 哈哈哈哈 突然它就凝固了 就会转换到那种 要把油脂带出体外的 磁疤的状态 就每次吃完火锅之后喝这个 就真的会感觉 橙类有变好 至少第二天上厕所的时候 会痛苦 轻轻松松出困境 有没有 嗯 好像哪里不对 而且就算吃很牛吧 第二天上厕厕厕 都不会像之前那样 就很胀很坠 搭完爸爸之后觉得自己 身心如艳 伴在云端 感觉把吃进去的 两百件火锅油都排出来了 而且有时候吃火锅会长一些 小痘痘 但如果我每次吃完 都记得喝这个的话 现在皮肤状态就还蛮稳定的 所以我也打算坚持去喝它 那双十一也快到了 如果经常吃火锅 或是竹鼠的朋友 这就是你双十一的 必卖好物 值得体验一下 一碟竹鼠 一杯膳食纤维粉 和闺蜜一个 亚生下午茶 而且这种大罐可以喝114次 你就可以邀请你114个闺蜜 一起喝 这样入冬了 大家吃起火锅来 也就再也不怕有你了 然后说两双鞋 第一双是这个 我在小CK买的平底鞋 我觉得它的颜色很美 这个紫色那种光泽感 虽然我不太喜欢尖头的鞋子 就让我想到冻成西九有那个飞靴 感觉能穿出去 把你脑袋戳穿 但是由于我最近真的非常迷恋紫色 而迷恋是人盲目 而且它拼借的这个羊羔绒 也很可爱 要抓紧在天气还不是太冷的时候 穿一下 不然戴下去就得穿靴子了 然后是 这两双不是我十元买的 但是我穿到之后 微博上很多粉丝在问 它们是这个牌子的 这两双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 别人一个鞋子买几个颜色 可能是因为有钱 我主要是为了省事 你们也知道 我应该要拍几十套衣服 总不能只穿一双鞋 它就选得很不时尚博主 再怎么着也得有两双吧 它家的鞋子是比较复古田园式的 上面有两个蝴蝶结是可拆卸的 而保不齐 哪天本发型博主就会戴在头上 他们自己的淘宝官方店 好像没有这两双鞋子 我是在日带上买的 而且那时候打折 好像半价一双才200多块钱 我梦买两双 卡住了 爱情博主遭遇了盾惊 知道我为什么秃了吧 都是用这些梦里情人的头饰 然后这个月 我还买了一支灵美的钢笔 是一支玫瑰金的 因为大家都用电脑或者手机打字 就很少有时间去练字 所以我就特意买了一个 对我来说比较贵的一支钢笔 都用一贵 读促自己去练字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这个月的涨劲 不好意思 我买了一个月 连墨水都没装 我相信自己下个月 一定会练的 加油 你可以的 斗小扣 我们还是来看一些 让人快乐的彩妆吧 这个是我买的 Amani的唇甲两用的唇釉 买它完全是因为它是粉色 这个包装太好看了 太少女了 如何能拒绝 大家试一下颜色 它的颜色 我觉得还是蛮元气 蛮适合日常的 不会太浓烈 你如果在脸上搓开它 当腮红用 就这个样子的 不涂摆在那里 都觉得很nice 然后是一个香奈儿的睫毛膏 这是我在商场外 凑单的时候买的 之前没做过功课 但是意外的挺好用的 你们看我现在的睫毛 就是用这个东西刷的 因为我的睫毛很短 而且就是用 往下戳的那种 但是这个睫毛膏 可以让我的睫毛 稍稍的往上翘一点 我对我来说是 摩天卷翘的程度了 你们的睫毛肯定比我长 用这个应该效果还很不错的 然后是一个钻石面膜 每次服这个面膜 想起这个包装上的大钻石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脸上 敷的不是面膜 是钻石 哼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盒纸香包 那个香包 我在看它的淘宝页面的时候 我觉得它大小 大概和这个面膜是一样的 当我拿到手之后 将连我手掌大都没有 这是你的心理预期 这是你拿到手的货物 但是不得不说 它真的非常可爱 觉得还是值这个价钱 因为和纸真的很漂亮 吓死我了 这里面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小黑猫 超级可爱的 而且这个香味很高级 就是我闻起来会觉得 好古典 就是很沉浸的一个味道 自己静静的散发出香味 不会被时光夺走的感觉 另外一个我还没有拆 每次看到这种精致的包装 我就想慢慢把它拆开 后来发现我自己 并不是一个什么有耐心的人 所以 这个叫鹰吹雪香 然后里面就是这种小樱花的 两种有点像 那我觉得从画面来说 我还是觉得这一组会可爱一点 然后它这种小小的 你就可以给它放进你 平时背的包包里 每次再打开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真香 也可以放在你的铅笔盒里 每当你打开笔盒的时候 真香 这个是一个香薰 对 我真的很爱 这种可以散发迷人气息的东西 一个是Zara Home买的 应该是晚香玉的香味 然后我对这个香味真的是 进入骨髓 这是我买的第二瓶 第一瓶被我妈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打了 打在我家客厅里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进入骨髓了吧 但它的味道其实闻起来 真的很好闻 散发出那种淡淡的花香 现在这个夹比较小 所以你打开就这样 自己温馨的充满香气的小锅 就是很容易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小东西 接下来是一件 运动内衣 我为什么要买一件运动内衣呢 因为 因为一周前 我突然发出了宅女的觉悟 觉得自己不能再压健康下去了 我要运动 要重拾生活的活力 然后那天 小少爷刚好要去上私教课 我说带我一个呗 当然你运动服都没有你 运啥洞呀 我说没有可以买呀 然后我大概花了15分钟 到了最近的商场 然后去买了一套运动服 什么紧身裤 和一件T恤 Yes do it 反正之后我就到健身房 狂跑了20分钟 我当时想的是 这怎么着 我也是当年每天跑7公里减肥的女大学生啊 然而那天我在跑步机上跑了20分钟 我的腿一直通到现在 于是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健身房了 所以做人不能冲动 果然对于我们这种死斋 对运动最积极的部分 永远是停留在了买装备 最后是一只猫 然后这是一个乳白色的鹰短 它的年龄应该在59天 对我又拥有了一只猫 天哪 天哪知道我有多开心 对天哪 太可爱了 那天我看到它和把它带回家 只用了十几分钟 那种命中注定要相遇的感觉 然后我为什么没有在 为什么不要欺负人呀 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发微博说家里又多了一只小猫 我怕它状况不太稳定 就是万一活不了怎么办呢 就因为其实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还蛮大的 家里如果多了一个小可爱的话 你就会觉得瞬间被治愈了 你会有更强的责任心 说不要好好工作 还能好好地照顾它 对了 它是一个弟弟 它的名字 野心豆 叫猫棒 叫猫棒 但是它现在真的太小了 我希望它快一点长大 就能显得更强壮 更活得下来一点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豆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赞 或者投个硬币 一条龙都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嗯 猫棒 再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新猫视频的 猫棒 哈喽 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看这些猫琐的姐姐 他想搞人家 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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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棒